詞曲 李宗盛 任何一個村鎮或城市 要有美麗的風景 少不了一條河 它會為人們唱著搖籃曲 會為人們輕輕散起清涼的威風 會為人們訴說著世世代代的故事 宜蘭河自不例外 它曾經是一條流淌著唐密的河流 是一條訴說著故事的河流 如今依舊繞著宜蘭人的枕邊 輕輕吟唱 宜蘭河有好幾隻水流源頭所匯聚 包括小椒溪 大椒溪 五十溪 大福溪 有的閃閃躲躲 時影時現 只敢在你的窗戶下探頭 像個情鬥初開的少年 有的嘻嘻哈哈 招搖 喧嘩 荒腔走板地唱著沒有人聽得懂的曲調 像個隨時找人勾肩搭背的醉漢 五十溪 大福溪 各自流到了圓山溫泉附近 才手牽手地 讓人眼睛一亮 流出一條美麗稀河的模樣 任誰都看得出來 這是一條印著多彩天光 載著快樂天賴的溪流 當它繼續流到了金六節 從別邊山裡奔來的小礁溪和大礁溪 針尖恐後的擠成一塊兒 在一起溜著滑梯斜插進來 更使宜蘭河顯得有模有樣 很多宜蘭人都忘記 從祖父輩 甚至真祖父輩開始 便育取宜蘭河的流水 喝飲和洗淨身軀 撈捕宜蘭河的魚蝦 作為佐餐的佳肴 攔截宜蘭河的水流 灌溉田園 同時也把人畜的排泄物衝進河裡 在宜蘭幾乎找不到有其他任何的溪河 能與人們如此親近 一條和人們如此親近的溪河 當然會有許多故事流傳 可惜多年來 這些故事只流傳在原河流逸的氣勞口中 不曾有人認真地把它洗下來 我童年和少年時期居住的村莊 距離河邊不到三百公尺 在大人藤條鞭打的威脅下 還是會忍不住偷偷結伴下水摸線抓魚 或躲在河邊的草叢裡 等著再運自醣甘蔗的包阿醇過來 偷取甘蔗 也一直認為 這河既是那難忘的初念情人 不管對方記不記得自己 都願意把那些流傳的故事 逐一地寫下來 2002年春天 國立宜蘭大學張志欽教授 主持宜蘭河流逸人文 及自然資源調查計劃 希望我能加入行列 幫忙人文方面的調查 跟傳述的工作 在此之前 我們兩人素昧平生 我只能坦然表白 自己並非文學或是歷史科班出身 無論對文學創作或是地方人文探查 靠的是土法煉綱 恐怕和學術研究有很大的距離 我參與也只能寫一些故事 談不上學術理論或是探討 於是讓我有機會在學術領域的門囊下 坐著藤椅說故事 希望我寫《宜蘭河的故事》這本書 能夠有故事的趣味跟驚奇 有文學的意境跟科度 有歷史的痕跡跟基因 希望我寫的這本書 能夠適合老年人、中年人、年輕人閱讀 更適合孩子們閱讀 甚至還可以用朗讀的方式 講給更小的孩子聽 我相信和還會繼續說很多故事 但願每個人都成為寫下故事的那個人